好了,顏色完成后,我们就会选择一个highlight 我现在是一个方意 其实你见到方意不是不好 但如果你想做一些很sharp的highlight 方意可能就帮不到你 你想一个highlight更sharp,更漂亮 我会建议你可以选择做blind 例如很简单,你可以选择shader 就在type入方意变成green highlight会更sharp 通常我们眼的highlight就会很sharp 很sharp、很小 你把ecentricity调到0.1 把specular role of 调到0.8 你看到highlight就会很窄、很小 很sharp 第二样东西要去调教 通常你会看到动画什么都好 你很少见到人的眼睛就黑了 所以我们要做小手的 就是尽量不要让它黑了 我们把ambient提高一点 就确保无论眼睛放在哪里也好 都不会有些实黑的部分 就已经见到光了 没有灯的地方都不会黑了 第三样,看到它的highlight就很sharp 但又不够sharp 为什么呢? 因为specular现在是灰色 即是反光的颜色就不够 我把它调光一点 看到highlight就会很sharp 好,有一个很sharp的highlight 其实还差点memo 先做mental rate 我还差点什么呢? 现在眼睛和眼睛之间多了反射 其实很少见到眼球可以反光 但不反得那么厉害 其实我想局部 我想中间这个位置 反射比较厉害 但旁边反射应该没那么强 好,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先看看shader 安全理计则 我们的shader也先重复改名 叫做eyeball 好,现在整个材料的反射 是完全一样的 OK 以防清楚一点 我在前面放到一个object 做一些反射 希望看得清楚一点 看一下 看见不见到反射 看不见到反射 可能太远了 那我把它收小一点放在前面 那我把它收起来 好,看见不见到 OK 咦 都是见不到 那我又放在很近 这次应该见到 其实很弱 很弱 很弱 那我把它 好了 那我开回Mental Ray 那它的Quality 在这里 看看有没有开了Ray Tracing 有开的 那我开大一点 那我把它推进少少 放在前少少 好 那你见到它反了 那这个波 现在不清楚 因为它的颜色太黑了 那我将这个波 那这个波 那它是纯粹来看的 OK 那我将这个波 的颜色调光一点 那我确保见到反射为止 好,见到了,很明显反射 那你见到现在有反射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没有理由 旁边反到眼球 自己也这么反 那中间反也是这么反 那我相信 中间反一点 旁边没有那么反 OK 那如何设计呢 好了,开开这个Material Board 开开眼球的Material Board 好,我们现在知道 颜色就是这样 但我们不知道 我们这个颜色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Data 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瞳孔哪个位 眼白在哪个位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要拿回这个Data 为什么拿回这个Data 呢 整个WAM出来 不用再重新再调整个位置 好,选择这个WAM 那你就选择 Select by Type 那里 不是 Diplicate 那你就选择 有几个选择 那我们会选择 With Collection to Network 就是选择一个 跟这个WAM完全一样的 这些组 好,而后面的Collection 都要一样的 好,我们按一下 那你会看到 整个WAM 所有东西都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OK 就是Patterns都一样的 但是这些Patterns 我们这次不用多 OK 起码我们不用这些 一丝丝的纹 好,那你选择 这条Collection 断掉 OK 好了 我们将这个WAM 今次用来反射 OK 按住Mouse中间 就是drag它过去 那你会看到 Default就不能选择Reflectivity 所以我们选择 Other 就是这个表 这个叫Collection Editor OK 左边就是那个WAM 那我们可以选择 Rcolor 好,那你会看到 右边找到Reflectivity Reflectivity Reflectivity 就是反射的能力 反射的能力 好,那我先找一下 R字头的 好,应该是这个 那你会看到 现在就选择不了 因为Reflectivity 是一个数字 0到1的数字 它就不懂得 将这个颜色RGB 变回数字 所以我们不能选择Rcolor 我们选择Reflectivity 好了,拨完 但还没办法 因为还没设定数字 好了,先开个WAM3 安全一键 WAM3也改名 叫做Reflectivity 好,那又是刚刚 这个是Color 那我先打算Color 那我就知道 那个WAM是什么WAM 好,Reflectivity 里面呢 记住了,现在是这样的 它是怎么计的呢 白色就是1 黑色就是0 OK 即是颜色越浅色 反射越厉 咦,那现在就错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反转 这个 不要那么反 深一点 OK 前面 好反 就白一点 OK 那如主意推 那这些其实 你调深浅色 比较安全一点 转灰度 清楚一点 方便我自己看 OK 比如这样 好,那现在再来看看 你看到 旁边呢 就没那么反 OK 中间就仍然是这么反 中间反一点 旁边没那么反 OK,那就合理了 没理由你的眼睛 旁边是这么反的 OK 所以旁边就少一点 中间就很多 OK 更加明显 中间反一点 旁边没那么反 OK 那这个呢 那你做了这个效果 那又是了 那我现在这个波 可以不要了 OK,试完了 那效果就会明显一点 就会好看一点 那就正常一点 OK,因为旁边的眼睛都会反的 只不过是没那么反 OK 那你见到它现在 大脸的反光位 和反射位就合理一点 OK OK